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赛近载运通 大家好 欢迎收看 齐古章 我是黄培硕 大盘今天再拉回来 整个小异波正在运行当中 今天又破了14397 好 那我说这个最后一个下跌迈动 它是一个三段式的反弹 那这个应该就是一个小A波 因为它只有走三段 所以接下来你要忍受 它会有一个小B波往下测试 那之前跟你谈到说 它小B波应该正常 它是一个三段式的 三段式的 老师 今天这个地方又破了 其实这个地方 这个点 因为它是一个三段式的反弹 其实这个整个 比如说它三段式反弹 它这个小B波拉回来 今天才正式破这个点 这个点是14545 今天来到14397 其实破了以后 才反而 才反而就我们的认知 才反而要比较注意 找它这个这个脉动 下跌的脉动的一个结束点 因为这个点正常如果三段式 它这个回来 它这个是会破 会破 那是说有时候它是一波 这样慢慢下来就破了 有的时候它是三 如果说它有一个三段式的话 它第一次不太会破 然后上去以后再下来才会破 那它现在是一次这样一波下来 一直破了 这个结构 还是它还是小B波的结构 那现在已经破了这个转折点 现在这个转折点 因为它是三段式的A波 你反而这个破了以后 一样我们还是定调 它这个下来 它应该也不是一个 推动往下的一个结构 如果你可以仔细看 这种架构 它是这样子叠然后弹叠 然后整个呢 变成说量能非常的不足 不是那种很冲击的 不是那种很冲击的 大量的往下刷并不是 所以我们还是定调 它应该这个还是一个小B波 我是说这个小B波的一个结构 当然现在已经那个转折点已经破了 其实反而更应该要注意它的一个止跌点 那这个止跌点的话 变成说好 现在不管了 不管这个小B波是 一波开始就一路来侧低了 还是说它能够走三段都一样 现在就这个脉动 当然这个脉动 应该还是细微波会有一个完整的架构跑出来 这个 这三段式的A波 然后现在这个B波从这个地方一路下来 一五四七五 如果仔细来看 一五四七五这边有一组麦豆 然后这一组的话类似 类似有个一二三四五破 前几天有跟你谈到说这个地方有没有 这个地方有一个 类似一个小下降旗形 这个结构的话你有机会是 它有机会我们跟你谈到说 这种架构常常有机会是出现在最末跌段 可能现在破了好破了没有关系 我说这个破了的话就是你要注意它可能就是 这个是同一组麦动 那是另外一组麦动的往下推 那目前看来类似这个结构应该是这会是同一组 因为这个结构来到这里然后反弹然后下 等于是这一组大概有机会是一个小的一二三四五破 那前面还有一组 前面还有一组一二 然后这个应该类似同一组 类似同一组这个结构 这个轨道这个下降轨道 所以现在变成说好 也不要管它说小一波你会是走几段 反正这整个麦动下来 就注意它追踪它整个完整架构 就注意它追踪它整个完整结构 因为毕竟这个结构还是我们还是定调 它是一个小V波还是小V波 这个小V波的结构 因为这个是三段式的一波 大概是这样的结构 反而我说那个转折点今天正式有跌波 反而其实这个地方更要注意它的埋領 只是说现在这个小V波往下再黏 一路往下再测试再测试 然后整个量能一直萎缩一直萎缩 会失去投资信心 投资会失去投资信心 那这一段小V波它有时候会走得很久 我比较要有点耐心 要有点耐心 这是小V波的架构 我们用奇货来看 奇货也是一样 整个是同步的跟幸福 那奇货这个7月7号这个低点呢 13832我们还是认为它是有效的 好 那就从这个地方13832它就是涨上来三段 因为当下我们会去注意说 它有没有机会走五段 如果说第一个反弹能够走五小段的话 其实那个是更强势 而且拉回幅度就没有那么深 可是它只有走三段 走三段怎么发现的 也不用重连到这里 因为走三段那时候 我说这个麦洞在 这个已经大概第一个轨道也破了 然后它拉回幅度也过多也不会 大概不会有五段了 那果然也是真的没有五段了 这三段就结束了 这个反弹 最后一个下跌麦洞 它只有走三段 15461 15461完了 它现在就注意要有这个小V波 这个小V波可能要持续比较久 持续比较久要有耐心 这个小V波 那就一路走走走走 走到今天还在走 今天拉到14331 那一样这个小V波结构 那现在注意这个小V波结构 我圈两个圈 我说这个是转折点14461 大牌也是跌破了 期货 这个是期货14461 这点位是期货 期货也是跌破了 同步跌破 那我说反而越跌破 你这个地方越要注意它的一个 这个止跌的一个讯号 止跌的讯号 当然不是一跌破 就是一定说止跌的讯号 而是还是要注意 它整个小V波 从这个地方15461 下来的一个完整结构 下来的一个完整结构 好 那我们看它小时线的部分 从15461下来 这个V波怎么走 15461下来这个V波 这个结构 怎么这个结构跟大盘 我说大盘这一组 大概是同一个卖动 那这边1 2 3 4 4 因为那天这个地方 我说这个轨道 这个下降其行有没有 变成说这种 它现在又谈了一些 又马上又下来 它变成说这样是会同一组 同一组谈一下又下来 那可能这就是类似 也是同一组 那如果再加上这一组的话 1 2 3 4 4 或是这一组会自己扩 因为这个地方有点小重叠 有点小重叠 所以这个结构 其实这样的看来 我们把它看来 有几种波形的规划 目前看来 还是有点偏弱势在发展 等于是这个小V波的架构 暂时目前还看不到 有一个完整的结构 虽然说那个 我说这个点位破了 14461破了 反而要注意它的什么 止叠点 可是这个止叠点 还是重点还是在 整个这一段下来的 一个要有完整的架构 最好是有一个比较明朗性 那现货的部分 现货的部分 跟其货的部分差不多 最后这个脉动 现货的部分 是这边同一组脉动 其货的部分 这个地方有点小重叠 不管 你这个结构的话 看来 就算这一组是同一个脉动 大概整体来看 还没有那个完整结构的味道 还没有那个完整结构的味道 当然譬如说如果说细微波 细微波 我们其实你看这个日线 有时候也会看得出来 我就可以把它稍微拉 你变成这边 假设有一个 你这个是应该是同一组 我们的12345波 如果说这一组 那这一组叠完 可是这边有12 然后这一组叠完 那你如果说先反弹 那是不是应该还有一小段 还有一小段 只是因为说现在这个结构 你不能去把它用说 它是一个推动 12345 一定走12345波的结构来推估 因为它毕竟它是一个整理的结构 小B波的结构 它整体就是一个整理结构 这个也是整理结构 你看它就只有三段 也没有五段 一样如果说你这边 它目前这一段已经走了小五段 那如果这边有一段 那也是只有三段 三段有没有机会结束 当然也有机会结束 变成说这个就是要短线来应对 短线来应对 因为我们刚刚跟你谈到 现货的部分这一组 大概同一组卖动 看起来还算漂亮 有没有 12345波 这边有12345波 看起来还不错 还不错 还不错 这边有一组 那可是这一组 如果说你要走五段的话 这是还没走完 还没走完 因为它是同一组卖动的话 等于是在加上前面那一组 等于是只有三组 只有三组 那变成说好 那就只能说这个短线的来 短线一段一段来操作 因为你说这边12345波 这个也是正在走而已 有没有机会再扩原 也都还有机会 所以这个变成说 这种整个短线的部分 目前看来 比较还没有那个明显的一个 说有一个明显的结构 说完整架构 目前是看不到 目前是看不到 这是齐全的部分 齐全的部分 那我说其实这个小V Pro的结构 它它走完 如果说它现在 它不是三段式的小V Pro 而是你看它有时间 它这个时间大概从这个地方上来 大概一个半月 一个半月 那这个地方慢慢下来慢慢下来 如果它是会同一组 它时间可能拉很久 变成说它就是一波 到底这样慢慢的一个盘叠盘叠 那种V Pro的话 那我们一波会比较辛苦 那我们一波会比较辛苦 那你当然看它到了幅度 那我们一波的话 变成说就是它是一波就到底 那紧接而来 大概它不会走三段 就是接下来就是 往上转一个小 就是一个小细波的结构 好 这个结构 那当然重点就是 我说这一段的架构 让它看有没有机会 出现一个比较完整的架构 出现一个比较完整的结构 这目前的一个盘式结构 我说盘式大概走出这样子 我们就是要顺势而为 不能跟它硬来 不能跟它硬来 好 那当然这个选择权的部分也是 我说现在这个小V Pro架构 其实出手的机会 其实没有那么好 出手的机会其实没有那么好 因为比如说你要买PUT的话 PUT的话其实像这个结构的话 其实因为PUT来看的话 以这种下跌的趋势 小V Pro架构是往下 我说它是往下震荡的趋势 那个相对的那个 都比较贵 卖权的部分 什么卖权的部分都比较贵 好 那你说这样子的话 你要去评估嘛 评估它的你投入的一个资金 然后相对应的那个整个胜算 跟它的获利的一个风险比例 看看漂不漂亮 好 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 整个PUT的部分 一般都会烧贵 都会烧贵 那烧贵的话 变成说你的风险跟获利比例 其实就没有那么好 就没有那么好 就没有那么好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会倾向 等它这个小V Pro 如果有机会 它有完整结构以后 我们会倾向会注意它的买权 会倾向会注意它的买权 这是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策略 好 因为我说卖权的部分 以现在来看 其实它的整个也贵 卖权也贵 我们讲坦白话 好 相对应那个整个也贵 好 那这个超级 这个timing交给我 我说这个是机会财 不要 不能急 不能急 那资金控管你自己要做好 投不过这资金控管自己要做好 这个很重要 投不过这是最重要 资金控管要做好 好 那我说我们不常出手 可是出手期算算很高 像那种50 这种抓的点都很漂亮 这马上就5倍了 3天而已 那这个也是 这个33 这个7倍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3个交易日 然后那时候8月份 我们也有锁定在15300的51点 这个也有到16V 那现在9月份了 9月份我说面对到这个小V Pro的话 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机会 没有那么多的机会 可是就是要有一个脉动要完整才会有机会 要有一个脉动要完整才会有机会 那我们一直在搜寻一直在等待 就是那个整个结构 就是说它这一个脉动 如果有出现一个完整架构的话 我们才会往上逆势做 那因为这个点现在已经跌破了 其实反而这个转 这点跌破其实更容易出现 更容易出现 因为它是小一波 这个三段式的 每次这个一回来 第一次回来 这个点一破 其实破点反而 常常会去出现一些比较好的埋点 那我说重点还是 还是在以整体这个下跌结构要完整来推估 下跌结构完整来推估 这是目前盘式的结构 好 那我们回到个股的部分 那当然今天大盘重挫 我们当然要检视你手中的个股 它的一个整个结构有没有改变 我说结构你要把它厘清 通过结构你要把它厘清 我们一档一档来追踪 一档一档来追踪 来 5388这个中壘 这个7月7号我们那时候是 它是一个出生段一 拉回来ABC2 那往上再走这个第三波 这个是一个出生段的结构 从75它一路涨到107.5 然后我说你不要追高你拉回来 拉回来 最近拉回来是长这样 107.5在这里 它最近有拉回来到 有一个91块要弹回来 这两天又压回来 好 这两天又压回来 那这个结构我们还是会倾向说 它有机会是一个 这个75 这边整理在这里嘛 这个地方整理 这个地方ABC整理在这里 从89ABC到75在这里 89ABC回来75 这是第一波结束第二波 第三波开始它分1234 我们是判断它应该还有个第五波 要去过高 还有个第五波要去过高 等于这个1235波都是第三波 都是我说的这个第三波 这个第三波它从75开始嘛 第三波它括号的中级数的 里面的小级数的是圈圈的 这个1234第五波 那这个拉回来 其实这个地方 逢地我们会注意它的买点 5388中级 5388中级 那你看它今天大阪重挫 其实它中级是相对的比较抗跌 比较 有没有 5388中级今天其实没跌 它其实它今天是没有跌 好 没有跌 那我们如果说 我们昨天利用那个地党拉回去布局 其实这个还是没有赔 5388中级 好 虽然说今天大阪重挫快300一点 有没有 那这个结构有没有改变 这结构看起来没变 这个地方75块在这里 我说这边一段 然后拉回来二 然后这第三段 然后第四段 看起来都还OK 好 看起来是还OK 好 等于是这个结构 当然现在大盘一路在往下测试 你当然要检验手中的持股 它的结构有没有变化 当初买它的理由还在不在 那还在 你就把它虚报 在你就把它虚报 结构没有变 没有变 好 目前来看结构没有变 没有变 我们第三段应该有机会是一个 一二三四五婆 一二三四五婆 这是整个是第三段的架构 这是五三八八的中雷 好 三八八的中雷 好 那波罗威 我说从60.6到40.45结束往上走 对不对 60.6到40.45往上走 它就一个一二 然后这个三 然后它最高推到六八九 那两天前 六八九急撒下来六一二 然后一路连叠了三天 来 那这个结构我们没有变 三一六三的波罗威 我们看一下 哇 这三根看起来真的很丑 68.9 哇 这个也是创高 然后连续拉下来 然后连两天下来 等于是三个黑K棒 很长的黑K棒 好 那这样的架构 特别现在我们会注意去守 这个点位 这个点位 第一波的高点 然后如果整理 这如果同一组的话 你一二三四五婆 等于一二三结束 拉回来四 还有机会有个五过高 那如果说这个是 它是这一组整理 对不对 然后这边又整理第五波 这短短的一点点的话 变成是你这个一二三四五婆 哇 那这整个结束 结束有没有关系 等于这个结束有没有关系 它单机还是有两块钱的EPS 结束这个脉动 照直告一个段落没有关系 好 也就是说好 它结束以后 这一组结束 就是第五小段 这么一点点没有关系 因为这五波结束 它第一个A波拉回来 它还是有一个B波反弹 而且这一组拉回来的话 这一组结束的话 其实它做整理完 应该我们判断还有另外一组 还有另外一组 好 因为你看 它的这个周线图是长这样 你要注意看一下 这个结构的周线图 它其实从这个地方 开始启动 你说这一组走完好 它拉完 这一组结束 其实它整个正式推就从这里推 因为前面都在整理 有没有 这个都是整理结构 有没有 它拉回那么深 这都是一个整理结构 有没有 这都是整理结构 不管它 就从这个地方 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启动 那启动的时候 这一组如果它结束了 就是我们日线的这一组 这一组等它结束也无所谓 这一组整个结束 它是一个脉动结束 好 一个脉动结束怎么样 它整理完 有没有机会另一个脉动 那就是后面那个营运动的问题 好 就是后面那个营运动的问题 所以它目前的架构 你这个一拉回来 其实这拉回来 如果你空手 其实这拉回来 我们还是会主张 要注意它的埋电 要注意它的埋电 3163的波罗威 3163波罗威 那我们看它小时线 小时线的话 哇 这一黏 然后一路就要黏下来 这个黏下来 这个当然你就暂时不要急 暂时不要急 让它有一个完整架构跑出来 这3163波罗威 整理来看 我说它的架构 你追踪现阶段 今天最重要的一个结构 它现在目前的变化 好 这3163波罗威 3163波罗威 来 那4763的材料OK 我说昨天跟你谈到 这个是同一组 然后2 然后这个3可能正在走 4763 来 今天拉回比较深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拉回来类似有点重叠 那是怎么办 这是重叠 那等于是怎样 这个结构你就要稍微修正一下 别人说它这边是一个第一组 12345 哇 这整组结束了 因为你这边如果12 然后这个3 拉回来4 它也不会回那么深 它肯定黏住有 开始直接推 它现在一直回来 这个地方代表什么 整个就完蛋了 不是 你要会去解读那个K线图 它现在的架构 会变成长这个样子 我们本来想说 这边有机会 它是同一组迈动 一个出生端1 拉回来2 然后3正在 就一路要往上推了 它现在马上出去又回来 它的意思应该 这个是最后一段 表示说它这边应该是一个12 然后345 这边12345的结构 这是同一组迈动 那同一组迈动这一组结束了 结束了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这组结束以后 这个一拉回你看 它第一次回来 就来到基督仔这一区 这一区就是类似一个 支撑的一个次级市场区 1234 这个地方是小四波 然后小五波 12345波 这一组结束 你拉回来是 顶多我认为这个结构 就是在这边先震荡一下 因为它第一个就来了 对不对 这个一拉回来这附近 其实还是要注意它的埋电 你如果看得懂这个K线结构 你反而要注意它的埋电 因为它变成说 它这整组是一个卖动 12345小波 这一组结束了 结束没关系 结束 这边整理整理 再推另外一栋 再推另外一组 这是4763的材料 可以反应 那我们昨天这样的规划 这个是比较乐观 它这是一个1 然后2 然后这3 就要一路往上推 那没有 它现在回来这里 它今天回来这里 回来这里就是 它这边一定是一个1加3 12345 那这一个就整个结束 那结束没有关系 如果这个结束 因为你 差不多这个架构 你看到后面的营运动能 真的是表现相当的亮丽 那第一个卖动推完 它小的细微波12345波走完 走完你让它整理一下 然后再推另外一组 再推另外一组 这是4763的材料KY 好 这个结构我说你要去 它现阶段今天整个拉回来 整个架构有没有什么变化 这是重点 这是关盘的重点 那你才知道说 你手中如果有的话 那你要如何去应对进退 对不对 好 来 那聚氧 聚氧结构是没有变 聚氧这相对还是相对强 这从最高到200.5 1477的巨氧 今天也是相对 也没什么没跌小涨 都还好 那这个结构就 应该就没有什么改变 这个结构应该就没有什么改变 好 那能不能推 不能推它也顶多 就这地方整理都还OK 都还OK 这整个往上一个 就是说整个跌生 慢慢往上发展的那个态势 应该是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好 这是1477的巨氧 来 那保龄附井的话 这个地方我们是保守用画红线 表示它是一个反弹的结构 A 然后B 西坡 一路长长很快 137.5 148.5 154 最高长到164.5 拉回来以后 那一天 上礼拜五 又假装冲到涨庭 我说这个 当天就跟你讲 这个涨庭你要特别小心 它那个应该一个很小的小壁坡 假毒坡 然后很快要拉回来 因为我们说它那个有没有 1760的保龄附井 这个地方有没有出现一个 类似一个上升旗形 它是要往下走的 这个是最后一个推动 这是陌生段的 类似这种结构 那时候常常会是出现一个陌生段 那因为那边有个12345坡 有没有 所以那天那个涨庭很恐怖 你去追的话 你看这三根都很大根 可不可以这三根很大根 165的 隔天就剩150.5 再跌停剩136 今天又到130 1760的保龄附井 好 这个都是在涨庭的那一天 最高那一天165跟你讲 我说这一根的涨庭 要特别特别特别的小心 它那个常常这个是一个 最后一个陌生段的结构 是一个陌生段的结构 1760的保龄附井 果不其然它大幅度拉回 大幅度拉回 好 这个结构 就跟之前跟你谈的就一样 没有什么变化 好 没什么变化 就一如我们的分析 就正在怎么样 发展当中 正在发展当中 好 那银帮 特别这个银帮 我说它有没有机会走 来 三六九 其实它之前也是没什么跌 就在这附近 可是这个结构它有没有改变 目前看来是还没有改变 它就是我说这段出去 拉回拉回 注意它的买点 拉回注意它的买点 这个架构看来 目前是没有改变 跟我们这个规划的结构 目前是没有变 没有变 我们赶快来追踪一下 日池也是一样 没有改变 这个一个轨道 然后来1526日池 有没有 这也是没有改变 这边一个轨道 那出去拉回来 这个应该还有机会往上发 因为它现在也是涨 头发现在大幅度 它也是涨 它也涨 现在重点就是 你追踪它现这段的结构 尤其是今天 结构没有改变 买它的理由还在 那你就续报 买它的理由有改变了 那你要知道 接下来怎么发展 然后你就知道 怎么来应对进退 好 1526日池 1526日池 迅州也是没有改变 这个结构 这个结构 立端立端 我们看一下立端 625的立端 来 立端我说它这一组推完 没有完 它现在拉回来整理 因为它移民动力 确实还是表现亮丽 这个结构的话 尤其是它最后一个段落 这边有出现一个12345小坡 应该是有机会止跌 有止跌的现象 有止跌的现象 好 时间不太够了 来 我说这个中秋节快到 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那这个 这个低档布局末班车 就是在这个小壁坡最末端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小壁坡最末端的时候 那这个短期期限只达封关 这个短期期限只达封关 务必把握 我们先休息一下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电台头部黄老师 冲秋回馈专案 低档布局末班车 短期体验直达封关 短期体验直达封关 舒服专线02 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破浪有诀窄 破浪有诀窍 进化才有效 黄老师经年多年 破浪理论 首创进化破浪 更胜破浪 宽如阿基米德的支点 转动全世界 让您赢在股市的起跑点 至今转线27810909 27810909 电台头部黄老师 冲秋回馈专案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 关心的是竞争力 变大疑固 永远值得托付 02 27810909 27810909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 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 避免出门 家里可以事先准备 三日份的食物品用水 简易的急救药品 恒灾小型家具等 要移进室内 或者是加强固定 一旦操生災情 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 進行撤离 準備好緊急避難包 等在海外零食 才不會手忙腳亂喔 提早做準備 颱風來襲也能充容應對 歡迎來到節目現場 我說你這個三段式的反彈的轉折點 今天跌破了 這個越跌破 其實反而越要注意它的一個 這個小壁破下來的一個止跌點 那我們跟你談到說 這個中秋節的一個特別回饋的優惠 這個第一輛佈局 末班車就是會 就是指在這個小壁破的那個 結束點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 好 這個短期的體驗 直達封關 有興趣的歡迎您來電洽巡 祝大家操盤順利 謝謝 就是不要錯過任何一位名師 手機掃描QR Code 鎖定運通財經台頻道 24小時幫您解盤 Wednesday 到時候 早安 電腦長部 黃老師 中秋 回饋山岸 替檔布局 末班車 短期体验直达封关 短期体验直达封关 苏波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